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在耶路撒冷 会议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湖 美国正在努力推动尾巴双方 在明年4月之前达成中东和平协议 克里国务卿星期四晚上 在拉玛拉会见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 克里说他期待着推进该地区的和平以及安全目标 未有透露声明的美国官员说 克里正在推动尾巴双方签署一项部分框架协议 因为担心无法在9个月的谈判期里达成完整的最终协议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 都是对美国有关结束冲突的立场表示不满 但是克里上个星期表示 他们比多年来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达成一项协议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谈判人员还没有就安全 未来巴勒斯坦各边境 险反巴勒斯坦难民 以及在耶路撒冷地位等问题达成一致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今年6月底 重新启动了由美国滑船的和谈 并且同意举行9个月的谈判